哈喽 橘子美妆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Justin 黄明浩 平时出门都会带哪些东西 可以打给你的学生背包看一下 唉 打开我的包包 我包其实没有什么东西 除了一些身份证啊 其他之外应该就是 护手霜 对 因为最近其实天气很冷 然后可能会有点干燥 然后就会带一个这个润手霜 然后是我们香橙味的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护手霜呢 因为它很香 然后呢 刚好最近天气比较干嘛 然后就会每天都带着它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充电器 哦 充电器 没有充电线吗 充电线有 那我要找一下 然后这个是 我带颜的睡眠面膜 颇美的 也是香橙味的 因为我觉得它们的香橙味真的特别的香 然后这个也特别好用 对 那它都有哪些功效呢 有什么功效啊 补充维他命 是维他命小样子的 然后它特别的方便 因为是睡眠面膜 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 然后这是 这个也是面膜 对 这个也是面膜 但是这个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哎呦喂 哎呦喂 这这个普通的面膜 它是要贴在脸上面的 然后这个是 涂在脸上面的 这个要摘下来 这个不用摘下来的 这个的使用感受吗 这个是特别的舒服的 特别的丝滑 然后就感觉肌肤会变得特别的柔软 那我看到这两款面膜包装都特别可爱 上面还有米老鼠的图案 因为我就是这么的可爱 因为我就是这么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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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敬 这是我去明星大侦探的时候 送给我的一只笔 然后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然后包里就基本上不放过 如果这些东西里面只能选三样 你会选三个 哈哈哈哈 要选三个 选三个的话 这还有问吗 当然就是我们破美的护手霜面膜 还有睡眠美膜 被欲为炫液维他命王子的你是如何做到熬夜的同时让肌肤保持健康呢 熬夜的同时让肌肤保持健康 熬夜的话它最需要的补充的就是维他命 所以就要选择我们破美的睡眠美膜 因为呢我是维他命小孩子 你只要每天脱了它你的肌肤就会充满维他命 那你平时工作特别多是不是也经常每晚回家 然后累到不想动了 应该每个人都这样子嘛 然后就是回家时候特别的辛苦 然后就连澡都不想洗 然后妆也不想洗 然后就直接想睡觉 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睡眠面膜就特别好用 我就会懒得敷面膜 因为敷面膜的话你敷了之后还要撕下来 还要去洗脸嘛 那涂了睡眠面膜的话 涂了就可以直接睡觉了 如果有比你年龄大的女生叫你好哥 你会答应吗 我 有没有在家里自己做过饭 我 做什么 怎么说呢 就是我厨艺特别的精湛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应该是整个月怀余乐在做饭 我应该是整个月怀余乐在做饭 那你会和比自己聪明的人做朋友吗 我 对 就可以大家互相学习 对 你有见过比自己聪明的人是谁 好像你没有见过 你的一千万福利安排好了吗 我的一千万福利啊 一千万福利应该就是我们要发的第一支单曲吧 你日常对皮肤的管理做吗 就日常对皮肤的管理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 以前基本上就不怎么管理皮肤 然后现在有了我们这个通过程的认识 然后我就可以特别方便 可以模仿一下最近陪伙的那个小黄的动作吗 就这样子吗 差不多 这是小黄的 我咋没看出来 你早三十天改造现在还有在坚持吗 三十天改造 我觉得虽然有几天有可能会比较辛苦就没有 但是大部分时间都还是有在坚持了 那你现在有练出粉丝吗 有 就是腹肌它会迟到但是它不会缺席了对 那听说你的拍照练出特别好 可以推荐一些拍照的技巧吗 拍照的技巧我觉得就是要 多用我们破美的面膜 然后变得好看变好看的话怎么拍到都好看 如果要送粉丝一件礼物的话你最想送什么呢 要送粉丝礼物的话我觉得 这个我们的身面维他命王子礼盒 它里面应该是装了特别特别多的我们的破美的面膜 然后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 也特别的漂亮然后可爱 首先有我们睡眠面膜还有我们的润肌面膜 我觉得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一个特别完美的组合 就平时很累的话就可以附这个 然后平时有时间的话就可以附这个 最完美的是配上了我的这个明信片 就有五种一样的明信片 每一张都特别的帅 我们这么帅气的明信片 然后写下来然后可以送给自己的朋友 特别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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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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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